这个男人要用斧头砍掉自己的手臂 因为他的胳膊已经变成了大小 但他把斧头都举了起来 想了想还是先对小拇指吓手 结果一斧头吓手 男人瞬间发出了惨叫声 因为一次偶然的意外 维库斯感染了不明液体 身体逐渐变成了外星人的样子 他被同类抓去做人体实验 在这里 他不断遭受着残忍的酷刑 他们甚至要在他活着的时候 用电锯切开他的身体 他好不容易拼命逃出来后 又落到了当地人手中 黑老大相信只要吃掉维库斯变异的胳膊 就能让他获得无与伦比的力量 求生欲望激发了维库斯的潜力 他突然拿起地上的外星武器 瞬间就干掉了周围的几个小地 但黑老大却显得十分激动 因为这正是他一直渴望的力量 在外星武器的威胁下 黑老大不敢轻举妄动 维库斯趁机捡起地上的武器 从这里成功逃了出去 而此事公司的雇佣兵 已经根据手机定位找到了木屋 可等他们进去之后才发现 这里已经空无一言 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 维库斯已经带着下人杀到了公司左部 在强大的外星武器面前 公司的雇佣兵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让他们顺利进入了实验室 然而就在维库斯找到装有燃料的金属怪事 下人却看见了被人类解剖的同类 极其残忍的画面 让下人沉浸在了悲痛之中 任凭维库斯如何劝说 下人也没有丝毫动静 而此时雇佣兵已经围了上岸 维库斯只能一边抵抗雇佣兵 一边劝说下人离开这 好在危机关头 下人及时清醒了过来 但敌人这时已经对他们形成了包围 在维库斯的火力掩护下 下人用零件迅速组装了一枚炸弹 他们冲出实验室炸开墙体 抢了一辆越野车成功逃出了公司大路 在迅速回到第九区的幕后 维库斯询问下人 什么时候才能治好他的病 但下人却告诉他需要三年 因为下人还要先去拯救自己的同伴 不想再让他的同胞沦为试验品 维库斯听后恼羞成怒 趁着下人打开指挥舱时 突然一棍将下人击晕在地 他则拿上燃料冲进了地下室 打算自己驾驶指挥舱进入母舰 但维库斯的驾驶技术并不熟练 很快就被多枚导弹锁定 指挥舱还没有飞出多远 就被一枚导弹直接命中 摇摇晃晃的坠毁在了第九区 维库斯也被赶来的雇佣兵当场活捉 只剩下小下人藏在暗处瑟瑟发抖 而维库斯所遭遇的这一起 正好被黑老大通过电视看见 在雇佣兵押送维库斯返回总部的路上 黑老大突然对车队发起了猛烈进攻 面对敌众我寡的人数优势 雇佣兵被打得节节败腿 维库斯也在混乱中被众多小弟抓住 随即把他送到了黑老大面前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吃掉维库斯的手 得到操控外星武器的能力 这时躲在指挥舱中的小下人 突然重新启动了舰载系统 漂浮在上空的母舰也被同时击火 引擎开启的巨大轰鸣声 瞬间就摧毁了方圆翼公里所有玻璃 母舰紧接着开始向第九区的方向缓缓迫动 就在维库斯以为自己在劫难逃使 营地里的外星机甲突然启动 瞬间就干掉了周围的所有人 看着走过来的外星机甲 维库斯被吓得举起了双手 机甲却在这时缓缓打开了驾驶舱 对于外星飞船出现的突发状况 外面的所有人都如临大敌 雇佣兵老大决定在母舰抵达之前 迅速干掉木屋里的维库斯 看着窗外正在被殴打的瞎人 还有包围过来的武装人员 维库斯打算输死一搏 随后驾驶机甲冲出了木屋 雇佣兵的子弹打在机甲身上 根本起不到丝毫作用 眼看维库斯就要逃离这里 雇佣兵老大突然叫住了他 哪怕已经掌握了强大的武装力量 维库斯懦弱的性格让他依旧不敢反抗 反而被雇佣兵老大骂的落荒而逃 可没过多久 维库斯就听见机甲内传出 瞎人要被处决的声音 维库斯这时终于幡然醒悟 他毫不犹豫地重新杀了回去 强大的火力 把雇佣兵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维库斯打算带着瞎人一起离开 但由于瞎人的伤势过重 已经无力再逃离这里了 在维库斯机甲的掩护下 他们迅速冲出了雇佣兵的包围 但在强大的外星机甲 也抵挡不住巴雷特的近距离攻击 而且周围的其他雇佣兵 还在对维库斯进行疯狂开火 机甲很快就被打得跪倒在地 维库斯也做出了让全球20亿粉丝 苦等了13年的壮举 我将去老大骂 我将去帮你 我将去帮你 谢谢 哥哥 你必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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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人在维库斯的掩护下 成功脱离了雇佣兵的攻击范围 维库斯却遭到了更为强大的火力覆盖 但现在的维库斯已经不再弄了 各种重火力不要命的倾泻而出 瞬间炸的雇佣兵人养马帆 哪怕一头猪也成为了他手中的武器 在维库斯的拖延下 下人这边已经找到自己的孩子 成功进入了指挥舱 在下人的一通操作下 母舰突然射出一道蓝色光束 指挥舱在光束中开始缓缓升空 雇佣兵老大却在这时架起了火箭 幸好被维库斯一把抓住 紧接着一辆汽车突然冲来 将维库斯狠狠撞飞了出去 机甲也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 看着正在升入母舰的指挥舱 维库斯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此时的他已经是英雄末路 哪怕连简单的战力也无法做到 机甲将维库斯吐出驾驶舱后 雇佣兵老大带着胜利者的姿态 将维库斯当场抓捕 看着维库斯半人半瞎的眼睛 他恨不得一枪打碎维库斯的脑袋 然而就在这时 周围突然聚集了很多下人 雇佣兵老大还没有来得及开枪 就被一拥而上的下人撕成了碎皮 指挥舱在和母舰完成对接后 下人迅速设定好星际航行坐标 巨大的飞船在轰鸣声中点火启动 在维库斯和全人类的注视下 武剑开始反反离开地球上空 看着这一幕的维库斯并没有后悟 他坚信下人会履行三年之约 而他也至此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中 但维库斯的妻子 经常收到一朵用猫拌头做的钢铁玫瑰 他坚信这就是维库斯送了他 至此 全篇结束 维库斯的结局 无疑充满了英雄陌路的悲剧 但在他懦弱的外表下 从一开始就认为下人是一种低等生物 可就是这些在人类眼中的低等生物 却拥有让人类垂涎三尺的强大武器 虾人们会把烧毁防窝 破坏道路设施的危险行为当成娱乐 但作为人类的维库斯 也会把烧毁虾卵当成工作之余的调味剂 人类和虾人都在互相伤害 直到维库斯感染不明液体 变成虾人的那一刻 他成为了同族利益制上的牺牲品 他开始对虾人的处境感同身受 但这时的他依旧懦弱 明明驾驶着强大的外星机甲 却被雇佣兵三言两语吓得落荒而逃 直到听见下人要被处决时 维库斯才幡然醒悟 他化身为无敌的战神 把践踏过他的同类打得丢盔卸甲 但他内心深处依旧属于人类 直到雇佣兵拿着枪顶住他的脑袋 那一刻的他才终于明白 他在人类眼中早就沦为了一类 人类不会拯救他 反而会毫不犹豫地拿他做切片研究 外星人的回归也遥遥无期 现在唯一能拯救他的 只剩下孤独的守望